人類基因遺傳 我是徐立芝 我是一位科學家 我做的研究是 人類基因遺傳 我後來做疾病 叫狼狀五纖維症 這個白種型的病 二、三千個弟弟 還有一個小朋友 一出生 他們說樣子不大 因為營養不良 不斷有呼吸管道的感染 所以我在多倫多做過實驗 或者做過題目 就是去找疾病的基因 因為當你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而知道這是基因遺傳病的時候 最簡單就找出基因 才去理解這個遺傳病 因為甚麼 才令到小朋友 患病的弟弟 有這麼多不同的病徵 這個工作當然大家都非常之注意 因為都有世界的競賽 所以當我們找到疾病基因的時候 就是世界都是轟動的 我們八五年第一次定到 我們找到基因大概在哪裏 就是在DNA上面說 還有幾百萬個這些 基因的檢基 檢基去檢查 八七年的時候 在倫敦有另一組人 他們找到的基因 居然是我被請到國際報告會之前 給我一個文章看 這就是我們的文章 我們快要發表了 這是善意還是惡意呢 不知道 但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打擊 我在文章裡 我看不到有甚麼證據 他們找到一個疾病的基因 而全世界的人 看到這文章之後 都收了工 那些我就覺得他們不夠嚴謹 不行 所以我回去 其實其他人都叫我們 人家找到了 你不如收手 做另一件事就算了 我們就沒有 那個時間是最困難的時候 因為我除了自己要說服自己 我們還有機會 還要說服我的團隊的人 結果都要兩年之後 我們才找到一個基因 原來那個團隊 即是發現了基因的團隊 他們是沒有找到基因的 他們可能被的結果是誤導了 他們出來說話 我又沒有找到基因 當這件事宣佈的時候 那個研究資助的地方 已經決定不給我錢 是把那個決定反轉 再支持我 所以我跟他說 我說Bob 這個叫Bob Williamson 我說Bob Thank you so much You did the right thing 我們大家變成一個好朋友 所以這個 是一個對 事實 或者對於他的結果 對於我們做實驗的堅持 是非常之重要 至於諾貝爾獎給提名 我聽到不止一次 我就要平常心對這件事 因為做科學研究 不是為大獎 當然做的工作 是非常之有貢獻的時候 當然會有人會認同 會給你獎領 但是不能夠為了諾貝爾獎 或者什麼獎 去工作 加拿大曾經有一位科學家 每一年國家都會告訴你 今年我們會盡力支持你 覺得自己獲獎機會非常之大 結果落選 第二年同樣的信息 又落選 終於忍受不住 因為他答應了他太太 說我會帶你去Stokholm 過多幾年之後 第二次自殺成功 這些何利呢 就因為期望太大了 這種情況之下 就不要想太多了 所以覺得 如果你自己做的工作 是真的值得拿這個諾貝爾獎 很好 而拿不到諾貝爾獎 大家都知道你做了什麼 當然科學家 就為了自己的興趣 去做科學研究 為了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就算這個環境是好的時候 你都可以種種的原因 實驗是不成功的 所以 你就會變成一個很虛心的一個態度 做事呢 就是做自己的能力 可以做到的事情 做到的多少 可以幫到的多少 就不要試試 想這個回報 如果你做這個研究 感覺你自己 真的在享受著 你自己做的事情 就像畫畫一樣 你要畫一幅明畫 要賣多錢才要畫畫 那你對畫畫沒什麼興趣 因為你都不知道賣多少錢 科學也一樣 科學家應該自己開心 你懂得研究 這個樂趣 你才可以維持下去 堅持下去 我試過 看到地上那些東西 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讓我填進去試管裡 繼續做下去 是有結果的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步驟 試管裡有什麼東西 打破了試管裡的東西 什麼東西掉了出來 撿回一部份 又可以繼續 那個感受 真的整頭大看 那時候不受不由自主 叫又沒用 那時候三間半夜 只有你一個人在試驗室裡 結果繼續下去 是看到結果 當然不是最好的結果 所以都是 有時候意外會發生 打擊會有 我怎樣在實驗室裡 當人家的實驗室宣布 找到疾病基因的時候 我怎樣去 除了安慰自己 讓自己的心停平下來 還要安慰附近 和我一起合作的 所謂的夥伴 我的研究員 解釋給他們聽 怎樣可以 度過這個情況 結果他們都很知道 當時我自己的心態 這個反而就是 很多人不能夠感覺到的 所以研究最後就要堅持 但是堅持不是一個盲目的堅持